未来十年 哪些专业最有前景 哪些专业最容易让普通人后悔 过去七年 中国高校撤销了1876个本科专业 谁都不想成为被撤销的那一个 因此 不论是身边孩子选专业 还是未来自己换工作 这条视频都对你很有价值 仔细研读十四五万字报告 你会发现四个关键词 科技 碳中和 金融和外贸 听起来都很遥远 但它们背后散发的信号 代表了中国未来十年的行业走势 首先是科技 以生物科技为例 新冠疫情期间 光重庆政府就投入十亿科研基金 广东也投入五亿 帮助药企研发疫苗 这些政策给产业传递了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未来十年都是资本期内热钱流入的地方 收入低不了 再说碳中和 这个热词的背后 是国家对整个环保领域的大布局 要想实现碳中和 传统电力系统就得升级转型 风力水力光伏发电都可能上位 要保证这些 相关机械设备必须要跟上 这又会催生基建工程的投资需求 这至少锁定了未来40年 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平稳发展 再说金融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点 注册制改革 这是加速金融服务实体的利器 旨在解决中小企业 高薪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注册制十年以来 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 两年内上涨43% 尽管注册制改革 只是很小的一个点 但它反映出的是 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面 这对学商科的孩子 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最后是外贸 未来十年 我国的基本战略是双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了新发展格局 如今疫情影响下 世界外贸格局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再单纯依赖 欧美日这些传统市场 而是足部海陆空三期发展 这对国际贸易 物流 小鱼种专业的学生来说 也将是一个崭新的机会 除了以上几大板块的相关专业 一些小众专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前提是 教育部开设的电竞专业来说 这个专业可不是培养游戏玩家的 而是培养跟电竞相关的 策划 运营 管理等综合新人才 这些才是电竞这个行业最稀缺的 我们国家电竞人才的缺口是50万 而今年中传首些电竞专业的毕业生 只有20个 所以对于爱打游戏的孩子 这个专业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还有一个你肯定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专业不建议选 或者说什么专业最可能让普通人后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会计学 医学 酒店管理 学前教育和财务管理 这几个被劝退最高的专业中 医学我认为比较特殊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 医疗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被劝退的原因 很可能还是因为学得太苦太累了 而其他几个专业 你大可自己掂量掂量 但归根结底 选专业这件事没有最好 只有最合适 它可能是影响我们人生轨迹的一个因素 但也绝不是唯一因素 或者限制因素 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 更多还得靠自己的态度和努力 关注小方深度思考 让你看得更透一点